大家好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再讨论一下 这个行动宽评的网路建设 这件事情 是 根据你的报告书第三页来看 加速行动宽评服务及产业发展方案 你们就是负责基础建设 报告里面是写得非常清楚 其中基础建设组由本会负责 负责什么呢 负责协调机关推动加速行动宽评的网路部件 那么我们长期来一直关注 偏乡对于资讯的取得的不公平的一个环境 不论是电视 不论是广播 甚至现在的网路 我们一再地讲这个事情 但是我不晓得您有没有走过东部海岸公路 有 它有一大段的几十公里的距离 是受不到广播的 受不到广播 在前年我就要求你们想尽办法补那个缺口 最后的跟我说明的是 这个必须要地方的中平率的 还是叫做中公率的 来提出计划 你们才补助 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区域根本就没有经济效益 当然人家干嘛要提呢 因为他还要投资 所以像这样的偏乡 就政府要去做的 不要等那个商业利益有的机会 不可能有的嘛 你明明知道不可能有嘛 也不会有人去申请嘛 结果你们还是停留在原地 我不晓得诸位对于这件事情啊 有什么新的看法没有 新的有一个科技创造的机会呢 就是其实现在广播电台 手机也可以听的 手机的涵盖绝对比广播好 而且广播的那个收入来源 如果集中在地方广告的话 确实经营会更困难 如果是行动通信平台的话 它是来自于两千多万人的高度使用 它的那个裁员更容易规划 所以这种技术解决方案呢 是以前不太容易发现 但现在是很容易的 你是鼓励大家一面开车 一面听手机是不是 手机如果是只做单纯的广播收音 其实跟打电话是不一样的功能 对啊 因为现在有人开车 也把手机当作GPS在做导航 对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 我们现在是一个公平的一个环境嘛 公平那个环境 那个空间就是这样嘛 你们要去做 那个花不了多少钱呢 我还80万就可以做的事情 你们偏偏不要去做 然后让这个偏乡的民众啊 一直埋怨 说他收音机没办法听到 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为什么不能做 那你讲这个基础建设 讲空嘛 讲空的话嘛 各位报 我们现在广播呢 除了像是中央广播电台 是由文化部出资所成立跟运作之外 还有两个高雄跟台北市政电台 政府基本上是不经营广播业务的 所以广播服务的提供 现在是透过商业机制在提供的 不要讲商业嘛 我们不是讲商业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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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乡下所谓去做商业啦 就是没有人要做 我们才要求你们去做嘛 你又回到商业啦 还是空的那个主委 另外关于网路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我们一再要求啊 这个 偏乡一样的 有享受网路的基本人权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这个 网路的覆盖率怎么样呢 覆盖的状况怎么样 固定网路人口涵盖率 跟行动网路人口涵盖率都过九成 但是 你不要讲那个台北市啦 我说偏乡的状况怎么样 我告诉委员的是 真的是全台湾人口涵盖率都过九成 我们宽敏的涵盖率超过98 委员所说的呢 最困难的最后1% 确实它在地理技术跟市场上都最困难 这一点我们还在持续在努力当中 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不要再讲商业啊 我们要再讲商业 那就是政府要去做 公部门要去做的事啊 如果公部门肯 以公预算的方式去投入 创造公共需求 它确实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美国的普及服务也是如此 那你们的做法呢 现在 我们目前的电信普及基金 是由商业体制来支援的 由所有的经营电信业者呢 一定规模以上来分摊费用 当然啦 商业就是要支援这个偏箱嘛 支援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嘛 如果要边预算投入的话 确实创造公共需求 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那有没有做啊 有没有这样子做啊 本会并没有这个预算 那你这个基础建设是什么意思啊 委员师读得很清楚 我们协调各部会在各自执掌 跟资源的范围之内 如何汇聚资源来创造出 宽平到偏乡跟原乡的这个目标 你们有没有去协调啊 有 报告给我 书面给我 你们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 好 结果是怎么样 是 我们给完整的报告给委员参考 也请委员继续指证跟督导 报告委员这个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要请委员指导我们 也协助我们 容易我就不会跟你讲了啦 是 你们早就做好了啦 就是因为不容易 没有办法去达成 有困难 我也知道你们有困难 但是你们要去做 如果委员辞议给我们指导跟协助的话 我们相信其他部会也会全力支援 这真的是很重要的工作 那最后 还有两分钟 最后啊 我们最近一直在这个 原乡地区来建制相关的网络建设 个人用智慧原乡这四个字 来对比你们的智慧城市 要求在原乡也要有这个网络的建制 行政也听到了 也同意了 现在正在这个 桃源的复兴乡 做了一个demo 做了以后 我们现在还在测试 听说效果 有人用三个字跟我讲 是蚊子管 你们能不能去做测试一下 了解一下 你们可不可以帮这个忙 我们做信号测试是可以 但是使用量我们比较难 我所说的应该是 iTribe Super Wi-Fi的这个技术方案 对 我们可以就那个比较技术部门呢 我们可以做量测 但是实际使用应用情形 我们比较受到限制 其他部会肯协助的话 我觉得那个报告会更完整 他除了建制以外 他应该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后台嘛 对不对 有一个控制室 或者是类似call center 这样的一个后台 你们可以从那边看到 他们的使用量啊 怎么会看不到呢 量的部分 我们可以给委员报告 我刚才说应用情形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知道那个iTribe 基本上在复兴箱的 最主要应用是医疗跟教学 对 其实呢 其他用途也可以拓展 当然啊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 远距医疗 远距教学 还有这个紧急救护嘛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学生啊 在学校下课以后 还能够跟都会的小朋友一样 共享这个资源 是 但是实际应用的情形怎么样 谁在负责 你们 做相关的测试 然后成果报告 好不好 包含那个数位学办 是那个教育部的方案 对 然后其他的部分 像数位机会中心呢 是包含国发会 跟教育部也在推的 我们都在合力当中 你就把这几个部会 看他们做了以后 到底效果怎么样 成效如何 写个报告给我 好 谢谢 谢谢廖国东委员的